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四百七十集 谁说我怕了 在李洪明解释魂修与炼魂师的同时 那黑色战马上的灰袍人右手抬起向着长城一指 立刻那十多个巨大的魂帝就咆哮而出 直奔长城 与此同时四周的凶手也都跟随 并非所有的魂都凝聚在了一起 还存在了大量没有融合在一起的冤魂 簇拥着魂帝一同冲出 还有半空中的那些全身黑色 由闪电环绕的特殊之魂 以及手持法器之魂 技术飞除 一时之间大地震动 排山倒海 甚至那些土著也都一个个嘶吼中塌地而起 杀想长城 唯独这灰袍人以及他身边的那七八个魂羞一动不动 冷眼看着这一切 战者似有些升级 再次上演 轰鸣之声惊天动地 杀戮之一回荡四方 赵天交看着战场耳边回荡李鸿鸣的话语 对于蛮荒 他虽了解 可显然不如李鸿鸣这样亲身感受 且在战场多年的修饰知晓得更多 白小春舔了舔嘴唇 目光落在那几个魂羞以及灰袍人身上 与赵天交不同 白小春对于蛮荒的接触在很早之前就有过 结合他所了解的事情 李鸿鸣的话语在他的心中成为了另一个解释 满荒内无论是冤魂还是土著 都并非真正的主宰 真正的主宰是当年那些被逼逃入满荒 朽生养息的所谓逆贼 这些人当初应该数量不是很多 可多少年来的繁衍 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且在这贫瘠的地方 他们只能吸收魂园来修行 所以才有了魂羞之说 至于炼魂师 这应该是魂羞中的佼佼者 又或者是如炼药 炼法宝一样 那既然魂羞强悍而炼魂师有稀少 那么为何他们还会出现 就凭这几个人便该与长城挑战 他们就不怕我星空到极宗强者出手 将他们直接灭杀不成 赵天桥问出这句话 白小春听了后也看向了李鸿鸣 李鸿鸣没有说话而是右手抬起 他手中拿着一枚玉剪 撕下了一道命令 很快的 这一段长城区域内 有过十个巨大的如长弓般的法器 瞬间散出惊人的波动 轰鸣中有十多道光柱呼啸而出 所过之处 虚无扭曲 直接穿透了几个魂帝的身体 使得那些魂帝 发出凄厉的残叫 崩溃后 这些光柱视如破珠 摧枯拉朽般又毁灭了几个土珠 以及特殊的魂 最终 凝聚在了那炼魂师的身边 巨像陶铁 轰鸣回荡 这十多道光柱之墙 足以毁灭原鹰修士 可如今 却碰出那炼魂师时 这炼魂师以及其四周的魂修 他们的身影竟然模糊起来 如镜面一样 咔咔碎裂 最终消散 可显然 他们没有死亡 更清晰的表明 他们出现在这里 竟不是真正的身体 而是一种树法的折射 这一幕 让陈月山一了 赵天交目光收索 白小春睁大眼 觉得不可思议 曾经的我 在刚刚来到长城时 也有这样的疑问 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直至我慢慢的自己领悟出来 李洪明淡淡开口 没有丝毫意外 四早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李洪明看向陈月山 你了解蛮荒吗 蛮荒的范围之大 比我们铜天河的范围还要磅礴 你可知道 那里的冤魂无边无际 累积无数万年之久 那里的土著 一个个从出生开始 就天生甚利 成年后 有的可以高达千丈 如真正的巨人 蛮荒内 凶手之夺 还人听闻 而你可又知道 蛮荒要面对的 不是我们星空到极一宗 而是 整个通天河流域的 所有宗们 而天人 并不仅仅我们这里有 半神 也并非只有我们具备 白小春 听着李洪明的话语 又看着之前 烈魂师等人所在的地方 还有此刻 长城外 轰鸣滔天的厮杀 他觉得外面太可怕了 郑仙爹 哀声叹气 觉得自己怎么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而感叹时 赵天骄 扬天大笑起来 蛮荒如若 则外出历练又有何意义 蛮荒内藏龙卧虎 对赵某而言 才可做历练之勇 况且满皇虽强有天人 有半神 可我们有天尊 天尊在满皇就永远是满皇 永远要被长城阻挡在外 休想沾染通天海 随着赵天骄开口 他的身上战意昂然 前所未有的强烈起来 一身气势 崛起时 李洪明也大笑 不错 我们有天尊 满皇只能 也必然注定 要被阻挡在外 多少年来 一想如此 李洪明笑声回道 看向赵天骄时 目中露出强烈的认同 二人对望 纷纷大笑时 赵天骄 侧头看了看白小春 看出了白小春的紧张 小春 看见如此多的魂 听到了满皇居然这么强悍 你怕了不成 修行本身逆天之事 我被修使 就应该叱咤沙场 方可成就 自身的无上大道 白小春一听这话 看到李洪明与赵天骄 此刻都有了一些 英雄气概的模样 他觉得自己不能怂了呀 于是一瞪眼 听起胸膛狠狠的一拍 拍出了哐哐的声音 我怕了 谁说我怕了 这些小小魂 我白小春要灭他们 轻而易举 白小春说着 看了眼 长城外那些呼啸而来 如排山倒海般的魂巢 以及其中的那些咆哮的魂帝 为了让自己的话语更有说服力 为了让其他人知道 他白小春绝不是怕了 于是一拍出无带 直接取出了一枚宁魂丹 拿在手中 很是不懈的向着长城外 直接扔了出去 给我收 在扔出的丹药后 白小春站在那 右手抬起掐掘 向着丹药一指 那颗丹药飞出长城 落在了下方的魂巢之中 可还没等落地呢 随着白小春一指 顿时 这丹药轰的一声 自行的崩溃爆开 在丹药爆开的刹那 立刻就散发出一种 惊人的犀利 这犀利之大 刹那间就扩散四周 仿佛化作了一个黑洞 直接覆盖了方圆数百丈的范围 这数百丈范围内 那些冤魂正在嘶吼着 要冲向长城 可他们的嘶吼眨眼间就扭曲 这一段长城上 此刻所有的剥皮军的修饰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看到了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幕 直接那数百丈范围内的所有冤魂 竟全部都身体不受控制般 只本担要爆开的地方呼啸而去 一缕缕冤魂 似乎还没等他们自身反应过来 就刹那凝聚到了一起 眨眼间 这数百丈内居然空了 远远一看 这密密麻麻的魂巢中 这突然出现的数百丈空旷极为显眼 使得此地所有人全部注意到 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 更是看到那些冤魂被吸走后 凝聚成了一个头颅大小的魂球 掉在地上时 还可以看到 足有上万的冤魂被挤压在那魂球内 正在发出激烈的嘶吼 试图挣扎 但却于是无补 根本就无法逃出嘶吼 这一幕 不但让这段长城上的修士愣住 就连战场上那些土著 也都一个个大吃一惊 倒吸口气 甚至四周其他的冤魂也都纷纷的 本能的停顿下来 即便是那几个庞大的魂帝也都呆滞了一下 这 这 李鸿鸣脑海嗡的一声 白小春之前取单的举动 在他看来就是死要面子 但是此刻却令他目瞪口呆 整个人都有些懵了 赵天娇也是眼睛睁得老大了 呆呆的看着那数百丈空旷的区域 看着那上万冤魂的挣扎 他不禁吸了口气 扭头看了眼白小春 神色有些意外 陈月山 还有另外那几个追随者 也都内心狂振 尤其是陈月山等人 不由的想起了白小春当日 在青色彩虹上的一幕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啊 凤才 凤才他扔出的是什么法宝 千所未见 闻所未闻啊 居然能对冤魂起到如此惊人的作用 他 他是谁 这段长城上的剥皮军修士 在短暂的死祭后顿时哗然起来 纷纷的开向白小春 墓中露出深究之芒 更多的是不可思议 眼看自己随手扔出的丹药 不但具备效果 而且还引起了四周人的轰动 白小春 顿时精神一阵 财大气粗的索性拿出一大把巨魂丹 天女散花一般 大吼一声 直接扔出 同时掐绝 顿时 战场上轰鸣之声不断传出 很快的大量的冤魂凄厉的尖叫中 一片片区域空旷了 就连一个魂帝也被丹药轰在身上 直接被吸干了 这一幕幕让所有人历时静默 接着就哗然在起 震撼惊天 眼看效果如此之好 白小春顿时发抖起来 干咳一声 美滋滋的抬起下巴 小秀一甩 谁说我怕了 我白小春弹指尖 就可让这些冤魂灰飞烟灭 我怕他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